大家好,我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景继续为大家带来副本第三集 我们先简要回顾下上级剧情 小五接受了劳伦斯的任务帮他寻找谋杀案的凶手 他盯上的第一个对象是退役士兵小黑 小黑怀疑是劳伦斯杀害了自己的女儿莉莉 但是并没有证据 小五来到莉莉工作的夜总会 闺蜜答应帮他打听,让他隔天再去 晚上劳伦斯的妻子米亚主动找上门 和小五发生了关系 接着剧情便来到了第三集 第三集的故事从小五的儿时回忆开始 他和妹妹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 儿时生活都被恐惧支配 小五起床下楼后 颇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原来昨天晚上有人黑进了乌鸦旅馆的系统 还拍下了小五和米亚的不雅视频 这时劳伦斯也打来电话 邀请小五参加晚上的宴会 他希望小五能借机寻找可能的凶手 小五有点担心不雅视频已经泄露 怕劳伦斯找他麻烦 波表示他很想保护小五 但是他无法离开旅馆 因为他和旅馆是一体的 整个旅馆都是他的身体 而他自己就是这家旅馆的大脑 小五觉得自己单刀附会过于危险 于是找到小黑 请他当做自己的侧应 为了调查女儿被害案的真相 小黑答应了小五的请求 小五还做了个顺水人情 他将小黑和莉莉带到了乌鸦旅馆 希望借助波的力量 帮助莉莉治疗他的精神创伤 很快波就成功的进入了莉莉的意识 开始帮他治疗 另一边 女警探克里斯汀也被邀请前往宴会 负责宴会的安保工作 尽管他十分不乐意 却无法违背马士阶层的要求 晚上小五和克里斯汀先后来到了晚宴 小黑也假扮成服务生混进了宴会 期间小五和劳伦斯讨论 谁会是可能的凶手 小五提出了一个假设 那就是劳伦斯的儿子埃萨克 因为劳伦斯的生命过于长久 一直无法掌权的儿子有动机去杀害父亲 劳伦斯却认为儿子并没有那个胆量 另一边 克里斯汀在宴会上发现一位神秘小胡子 小胡子只露了一面 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小五也发现了一件怪事 他发现楼下和楼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米亚 他来到楼上房间 发现米亚和一位宾客正在happy 小五很快就戳穿了这个假米亚的身份 原来这个假米亚是米亚的女儿 娜奥米 她喜欢母亲的好身材 于是便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母亲的克隆体里 循环作乐 小五提出一个疑问 前面我们知道劳伦斯有一个保存备份皮质盘的保险箱 这个保险箱只有米亚和她自己能打开 但是凭借克隆体应该也能打开保险箱 这就意味着拥有母亲复制体的娜奥米 也可能会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娜奥米却告诉小五 劳伦斯早已立下遗嘱 只要他死去 子女将无法继承任何遗产 所以他们没有动机去杀害父亲 很快宴会就迎来了高潮环节 这是一场由于对夫妻进行的格斗表演 为了挣钱换取更好的身体 两人不得不在格斗场自相残杀 小五实在看不下去 出手阻止 不想却卷入到格斗之中 夫妻二人开始一起攻击小五 而侧应小黑此时却忙于拷贝监控数据 无法顾及小五这边 劳伦斯在一旁添又加醋 扔给妻子一把武器 小五被他从背后割伤 显向浑身的关头 克里斯汀一枪打破了隔离墙 格斗总算被终止 这时妻子告诉小五 丈夫的身体只是受损 却没有死亡 他们因此将无法得到新身体 小五扔出手中的飞镖 一镖结果了丈夫 还让劳伦斯给两人都升级身体 宴会结束后 劳伦斯询问小五调查是否有进展 小五告诉他 并没有 劳伦斯又告诫小五 离他的妻子远一点 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了 小五和米亚发生关系的事情 不过对于已经结婚上百年的劳伦斯来说 这已经不是什么大事 在相爱上百年之后 劳伦斯对妻子的感情已经变得难以言喻 晚上小五再次来到莉莉上班的夜总会 寻找莉莉的闺蜜 没想到闺蜜却被混子逼迫 将麻醉剂插进了小五的身体 小五随即晕倒过去 迷迷糊糊之中 小五被送到一间实验室里面 这会混子是什么人 等待着小五的又将是什么 敬请期待副本第四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还想听更多副本剧情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刘瑶 下期再见